大家好 歡迎來到太爛韭菜 我是翁瑞 好 那可以看到這個禮拜五 我們的大盤是怎樣 就是 呃 跑到一個新的高點 之後又直接又往下砸 對 我們可以看到期貨的部分的話是 到達了18560然後往下摔 直接一個慣性的這樣子 不斷的反彈都不過高點的慣性往下殺 然後最低是有殺到了18220 所以總共殺了310的一個超級大的一個震盪 那最後是有算是平穩的上拉一個尾盤上去 那為什麼會這樣開盤 那原因就是這個禮拜四晚上的時候 這個台積電夜盤 然後創了一個算是波段的 算波段新高嗎 呃 永遠忘記了 反正就是這個跳空開高啦 跳空開高 那我自己也有在看這個美股的部分 對 大家就是這個群組啦 只有加一些群組大家都這些 歡呼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會不會跳空開高之後再往上 啊 不過最後啦 最後因為在這個美股 這個好像是說這個通膨 通膨率又更高一點 所以說一樣都是通殺啦 還是被壓下來 但是在禮拜五的晚上是又往上去走了 對 禮拜五晚上 那這個也是可以看見是說明天啊 明天的台股的這個組應該理論上還是 一個往上去走的 往上去走的 好啦 這一部影片的話 我們就是會找個大概10檔左右吧 這10檔左右 用這個趨勢線的畫法 然後去找到 就是說找到個股啦 然後也不用就是說 欸 我每天都是分享固定嘛 那其實因為我也是想說 那就是講一些固定的 那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會走向我規劃的 這樣子這個走勢啊 那當然說我不可能百分之百預測啊 那有的準 那有的不準 對 那其實還是要看自己個人怎麼去操作 就譬如說這個資金的運用 那 或是說 呃 停利停損 那該設幾%都要去 自己在腦袋中去規劃好 腦袋中規劃好 不可能說你買進去就一定暴漲 那有啦 有啦 你可能就是 這個虛擬貨幣 每一個虛擬貨幣 山寨幣什麼全部都買個 買個幾萬塊這樣子 然後等待他來個 一兩百倍這樣暴漲 那 可能還有機會啦 就是 呃 可能把資金的鋪位 放在不同的地方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啦 那當然在我們台股 呃 每天的漲跌幅限制就是10%嘛 漲也是10% 跌也是10% 你要 呃 在這個幾個禮拜 或是幾個月之內 直接翻一倍的姿勢是比較困難的啦 那在虛擬貨幣可能比較簡單 不過我們就是以台股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是說 呃 會比較緩慢啦 那比較緩慢其實有好也有壞啦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操作啊 慢慢的細細的去平常 的那種感覺 那我 待會就是 大概 就是找10檔 那這10檔我是 剛從這個 呃 這個量放大股 就是裡面去 這樣看看看篩選出來的 把這個趨勢線的畫法 那 就是 在 告訴大家 那看到怎樣的 線圖 那你可以 馬上在 腦袋中去 規劃好 那 也 也是有機會在 哪些的 支撐位去 買進 會相對來說 比起你 追高啦 比起你追高 你放的 這一個 時間 那你的心臟也可以 你不用這樣 十十條這樣子 就是不用那麼的 緊張說 欸 到底要 今天停立 還是 今天要停損 之類的 就是 你買進去的點 是 相對來說 是一個趨勢的啊 就是你買在趨勢的支撐點位 然後我們就一樣來看一下這個 指數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的話 我們先看日K好了 對 日K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禮拜五這一天 他 早盤呢有 早盤就是有 15萬 15萬口 但是可以發現說他就在這個 前一波的高點附近開盤 呃 前一波的高點是18546 就是在 1月5號這一天嘛 那他是開盤他在 18549 比他多3點 那之後往上拉個11點之後就往下甩 拉個11點上去之後往下甩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A4有亮的 所以說 我們怎樣說 就是在 遇到壓力的時候 那他一定要爆一個大量 那 爆一個大量的原因就是說 他 他這邊就是他的壓力嘛 所以他 要用一個 較大的量 去突破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 雖然是失敗了 但是 就是這樣 量是有進來的 量是有進的 那 不管短期之內 呃 明天後天 會直接創告嗎 啊 或者是說 他會在這邊盤整 那都還是有可能 但是 我只能告訴大家說 欸 是 這邊爆了一個 還蠻大的量 就是以日K的這個 總成交量來看啦 就是還蠻大的量 那我們就來 細看他的一個 壓力的部分 好 那我們主要集中的 就是目光直接集中在這9點 就是這一根的話呢 呃 我自己啦 我自己可能就直接抓這個位置吧 直接抓這個位置 當作是他的 壓力的位置 因為目前 這個收盤是收在1835 那 這個是找盤的 那夜盤的部分 我就 不去看了 對夜盤的部分 不去看 我主要還是看他 明天的開盤 如果說開在這個18475 呃18475 對18475 之上呢 那或許 是有機會在這邊做反彈 就是 這邊 到這邊是一個支撐啦 就是18475 這邊是一個支撐 那 如果說 呃 如果說他沒有 開在 上的話 就是18475 之上的話 那 就是開在這邊的區間裡面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當作是他的壓力 對 把他當作是他的壓力 那 呃 我知道 因為大家的這個超多期貨的人 應該蠻少 反正我就 簡單 大概的這樣帶過啦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 因為我們都是有 什麼啊 畫這個趨勢嘛 所以說 我們也來 規劃一下 這個趨勢 這個大盤 好 那我們一樣 就從這邊的最低點嘛 然後往上去畫 就變成說 欸 這邊是走一個比較陡的趨勢 這比較陡的 這邊是多少 從 欸 10月喔 10月6號 去年10月6號 中間經過了 10月11 12 所以經過了3個月 那 呃 今天錄的時間是1月16號 所以說已經經過了 3個月半 對 大概經過3個月半 但是 我們可以發現怎樣 我們可以發現 欸 這邊 這條線跟白色這條線啊 就 紅色跟白色這條線 主要先看這兩條 就是怎樣 在最低一點的位置 然後 然後 往上一對 對 那安妮可以說 欸 為什麼不是在 116 10 因為 我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 多疊 多疊 那如果說我畫兩條線 然後這兩條線 在 這邊 我們這邊 假設這邊畫一條嘛 然後這邊畫一條 我們就已經 我們早就已經可以把 紅色跟白色的條線 兩條線都畫出來 那這兩條線呢 是用等角度的 這一個線去畫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樣 對 那 我們就是可以發現說 欸 他後面在 11月 29號這天的 砸盤 就是 這個 砸下去之後 馬上往上拉 那剛好是 這個角度的 所以我們先把這條線刪掉好了 因為這條線有穿到這邊 好 那就是從這邊開始看 剛好是對到這個點 所以 我們就把 這條線 然後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底部嘛 因為這邊有穿過去 我們比較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 我們從 這一個點 然後 這樣 這邊連接上來嘛 然後 點到這個點 之後呢 再往上繼續延伸 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發現說 我們在這一天 也差不多快碰 碰到的時候 然後做反彈 這邊是有砸下來 這邊是在什麼時候 這個 12月20號 這一天 那砸下來這邊盤整 盤整了大概 三個小時 然後又往上噴 也沒有很久 也沒有 也沒有一個 正式的跌破 就盤整 然後往上噴 所以說 欸 我們目前是不是可以把 這一條線呢 當作是 他的一個 支撐 對 當作是他的一個支撐 對 那 那 反正 現在簡單講 就是講這樣子啊 所以說 欸 明天啊 明後天呢 呃 不能夠去跌破 萬八了啦 之後不能跌破萬八 他才有一個 整體走上去的群 對啊 所以你這樣聽起來 有點像廢話 不過 欸 如果講精準一點的話 可能他要去細看這個 因為是 這個 呃 一個小時的啊 一個小時的這個 分K 就是60分K嘛 所以說 欸 就是 往後面去延伸啊 每天的教育就是 四個小時 幾個小時 四個小時半嘛 四個小時半 然後他會這樣延伸過去 對 反正之後呢 我們可以 每天來觀察這一根 線 到底有沒有去撐盤 有沒有去撐住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 直接來講這個 個股份 好 那 個股部分 先來講這個 這一拜很 很紅 這個 紅加藤 加藤 那我們就來大概的分析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線刪掉 先把線刪掉 這樣的話 可能 呃 這邊 這樣看起來會不會比較 清楚一點 這樣重新畫一次 對 這樣子 就要把線 改出一點 好 那 我們這樣看起來是怎樣 我們 那時候從這個 COVID-19那時候 前年的3月嘛 24.5這邊 一路這樣畫上去 畫上來之後 我們 在 呃 去年的 去年的5月那時候 有個砸盤嘛 砸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 欸 低點在這邊嘛 所以說 我們這兩個點做連接 那連接之後怎麼操作 連接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做買進嘛 就是 他碰觸到線的 的這個 8月16號這一天 那隔一天確實是長 那不過呢 他長上去的幅度沒有很大嘛 所以說 我才會說 欸 這邊就是要怎麼去操作 就是 可能有往上去漲 那 可能抓個 幾% 10% 10%就做挺 或是 8% 9%就先做個低 那當然說 還是要看你買進去的 張數啦 進去的張數 那再來 他後面 他後面 砸下去的這邊 要怎麼去看 好 假設 假設 當初我買在這個位階 是8月16號這一天呢 他的最低點 點到線嘛 大概是39塊左右 那39塊 一路到達 這邊有到42塊 最高42塊 那你都沒賣 因為想說你都抓10% 那39加 加10%大概多少 是12點多嘛 所以你到42這邊整數的時候沒有掉 就是沒有賣掉 好 那後來的話 你可能就是抓個10%的這個 停損嘛 好 抓10%的停損 那39 減掉10%多少 大概是 36 33 35點多 35點多 那我發現說 欸 他最低只殺到多少 最低只殺到37.5 那之後反轉 之後反轉上去 反轉上去 你可能這一根你就先出掉了 也都ok 我覺得都ok 對不對 因為 你就是上 原本的預計的計畫 就是上跟下 都是抓這個 10%的這個 停損 或是停利 那或者是說 我想要在這邊買進 我停損設10% 但是我的獲利 我要 我要設 15到20% 反正就是 我上面的獲利 我要抓的比 下面還要高嘛 就是 類似 運用這樣的原理 對 那再來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說 好 我這邊沒有賣掉 那我們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怎樣 一發現說 這個地方去形成什麼 這地方就是所謂的 假跌破 就是大家都說 假跌破 假跌破 可是假跌破 到底怎麼看 我們其實 一用這條線 然後對應過來 這邊又撐住 這邊又撐住 因為他怎樣 他又 他穿過去之後 他回歸他原來的線 就原來線 然後之後 這邊是往上噴 那當然 這邊往上噴 我們就 不去多做解釋 因為 其實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往上噴 那有人說 就是他的 業績很好啊 然後 有轉型 要做什麼 就是 開發新的什麼 電動車什麼 反正 漲的時候會有各種理由 那 疊的時候也是有各種 反正就是這樣子啊 那 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大概去講說 如果 他下一次 疊下來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做一個 支撐的買進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 應用的方法 就是我剛剛去講 說 你可能 停損抓個 8-10% 那 你的停音 也抓個 15-20% 反正就是運用這樣的原理 然後呢 我們目前 畫出來的線是怎樣 就是 如果說啦 我對應這個實體的這個 黑K棒這個地方 然後對應上去 目前是剛好打到他的 7.5 那支條線怎麼來 就是說 這地方的 等角度的 等角度 所以說 你們 呃 會 自己啊 自己在家裡 其實也可以 只是 打開電腦看 去畫一下這個 趨勢線 然後用趨勢的方式 去做這個 不斷單 這樣的話 你可以 放的這個 單的話 會比較 長久一點啦 那當然說 你要超過短期 用日K的 去看日K啦 日K的畫法 可能 你現在 如果看到我這樣畫日K 你會看得清 可能就沒有到那麼的 明確啦 沒有到那麼明確 欸 對 抱歉 我剛剛看到說 他那個地方是 除 除全息 所以才往下掉 不過一樣 一樣意思啊 就是說 那時候如果 假設我 碰到線了嘛 因為 我的線是 這個點 然後對應這個點 那之後 回 回長這邊我都不滿 這邊長的時候都不滿 那 回疊下來 這邊 有人要 有人要撐住嘛 所以說我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 一樣我的這個 停力跟停存都抓10% 你看 這邊回疊下來的時候 我可能不用 可能或許要 擔心一下 開始這邊懊悔說 欸 怎麼 這邊長的時候沒有先賣掉 但是呢 你到達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能 就一樣嘛 就想說 那去等吧 反正已經設好 停損多少 就是8%到10%這樣 那之後又找上去 所以說 我們要去做的 找的啦 找的股票 我們就是盡量 盡量去找這種 整體趨勢是往上的 對 整體趨勢是往上 那當然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 像他之前這一段 2016年 這邊整體趨勢是往下 就會 比較難去操作一點 就是比較難抽 反而是應該要去 做空會比較好 不過 也有可能是怎樣 有可能是假突破 對不對 啊這邊是怎樣 假 假疊啦 那叫什麼 假疊破 然後又翻回來 然後就迅速 欸 講個 10檔就好 雖然我找 找了蠻多檔 不過我們就講10檔就好 好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精彩 精彩的話也是用周線的部分去看 那 我們可以發現說 欸 從這個219這邊整個畫下去嘛 那 所以說 他目前 目前走的趨勢是怎樣 目前走的趨勢 有可能已經快要 碰觸到壓力 那這地方要去做空嗎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 不要啦 不要去做空 那怎麼說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 從這個底部 因為這邊沒辦法畫嘛 30.2 我就沒辦法直接穿過來 這邊 雖然如果說 之前去畫的人 可能畫起來還蠻漂亮 不過我們就是從 我還沒畫之前 然後現在 看到這張圖 我去畫出來 就是從這個44塊 也是在COVID-19的時候 前年的3月 44塊這邊底部 然後畫上來 我把 我連接的點圈起來 就是44塊 跟這個 去年5月的時候 往下一砸了那時候 也是快速的 那我們就量起來 連起來之後 可以發生什麼 連起來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說 欸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地方做買 那這地方 欸剛好也是 8月16號 跟 剛剛講的那檔一模一樣 可能 呃這兩檔可能就是跟著這個大盤 去再 受一個波動 再做影響 欸不過 欸可以發現說怎樣 兩檔不一樣的個股 但是呢 超盤手一樣 超盤在 這一條線上面 就是一樣的 那 這個線的角度有沒有一樣 我是不知道啦 那 就是說 啊有可能是一樣 當然有可能一樣 好那 反正不管 不管 好 假設 假設當初的時候 我買在這個多少 131左右 那我一樣 我一樣要怎樣 我一樣把這個 那個 停力跟停損 都是設定在 呃停損好像抓個10% 那停力有就要往上抓 不過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 回來看一下剛剛這一檔 這一檔 我們在這個 呃在這個地方做買進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個點 是說 他有可能 漲上去的空間是 可能到這個上面 或者是說他反彈 可能或許會比較高 因為呢 我們在這地方 彰化其實老實說 彰其實化不太出來 彰化不太出來 他這個壓力到底在哪 因為 他沒有一個反 比較明顯的 所以說他整體的趨勢 他還是 理論上這邊看起來 還是就是 往上去走 因為從 從這邊開始看嘛 他是往上去走 不過呢 我們看這一檔 這一檔的話 他是往 有點往下 有點往下 只是假設你買這個點的話 他這邊反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就是像之前說的嘛 下降趨勢線 其實是還蠻準確的 所以說 你在這邊買的時候 你最高的獲利點 你應該就抓這裡就好 就抓這個 就是 他 預計 你有可能反彈到這個180這個地方 反彈到這180 就有可能 非常有機會 會往下回壓 或者是說根本到不了 對 到不了 因為 這邊套勞的人 就是 實在套的太多 對 他這邊套勞的人 套的太多 所以說 你在這邊做買進的時候 跟上一檔 假設兩檔同時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應該選擇 是 宏家藤那一檔 而不是這一檔 精彩 就是類似的圖 當然 當然說 你要做進場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 假設這邊 買在一百 三十 那是什麼 一百三十二好了 一百三十二 然後呢 我們算一下 最低點 這邊是116 那就是一百 那這邊的跌幅 就是跌了多少 跌了13% 所以說 這樣子 我們勇敢的進場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會怎樣 會被洗出去 對不對 會被洗 那當然介紹這個不是說 欸 我們是講說 欸 這 這個畫法是非常完美 當然不是 我是想告訴大家說 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 更加的明確去看懂 一檔個股 再來說 我們看一下 這一條線怎麼出來的 我們剛才有說 欸 這一條線嘛 是連接這邊44塊 然後 這邊的 這個 五月 去年五月的砸盤 砸下來的支撐點 所以說 我們 要怎樣去畫出下面這條線 因為他對的點 當然說 你對的點可以怎樣對 你的對的點 可能你可以這樣對 那我自己有一個對法 我自己的對法是 我們直接把這條線 這樣子 平一下 對 平一下 然後連接這邊的最低點 對 我的畫法會這樣子 那當然說 你這邊也可以補出一條線 你這邊也可以補一條線 然後去做 觀察 那目前 這邊嘛 這條線 假設 他在這地方是 真的跌破 不是假設 他這邊跌破了 那跌破之後呢 跌破之後 好 那他漲上來之後 就會形成壓力 就會形成壓力 雖然說 目前看起來 這個價格 欸 有機會 越跌越高 然後 會不會一併 直接穿過這個 下降趨勢線 所以說 這一檔 目前可以買的 我自己覺得還是需要做等待 可能要等待一個 一兩個月 都有機會 因為這是周K嘛 一個禮拜才一根 那我自己的話 會等待他真的突破 上去 才會 做 進場 就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像洪加藤這一種的話 我就不用 可能就是 假設好哪一天 真的是 也是跌下來 雖然他目前看起來 他跌下來到這個 下面這條趨勢線 那就可以做買 然後我們講兩檔 再來的話 講一下 奇紅粉 那奇紅的話 我們從這一個 去年的5月 52.5的地方 然後畫上去 那畫上去 發現說 怎樣 這邊 跟 這邊 我們連接的點是這兩個 那連接這兩個點之後 可以看到說 這個禮拜有到達 這個禮拜有到達之後呢 回撐上去 回撐上去 所以說 欸 假設啦 假設 我買進的點是買了多少 82.5 82.5 82.5的話 那他最後漲回去多少 83.9 欸 這也是一個 好的操作啊 對啊 這也是一個好的操作 因為你知道 在哪個地方去接 比較容易上漲 那當然說 我們都知道說 不一定會撐的 但是他整體的趨勢是什麼 他整體的趨勢 一定 無疑是 往上去走 所以 一樣 要看你的 格局有多大 如果說 你是有研究什麼 基本面 那你再搭配 這一個技術分析 進場的話 你就可以放一個 整個比較波段 比較大波段一點 那當然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假設在這邊做 82.5 那之後 如果說 漲上去 這個 上面的頂 你就可以先 減碼 或者 全出 對 只是看個人 對 看個人 如果說 你當時候 你有更好的標的 那你當然是 整個都賣掉 也沒關係 對 那如果說 你是 想說 放一點資金 看他要不會真正的突破 那你就賣出個 七八成 或賣一半 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條線是怎樣 這兩條線 是一個 欸 差不多等角度 有點移動到 反正就是抓一個 等角度的線 我們可以發現說 我連接的點是哪裡 連接的點是這一波 這樣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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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連接大概三個點 那這邊是 上去之後又回打下來 所以說 如果是我操作的這一檔的話 假設我真的買在這個 82.5 那當然是往上去漲 然後漲上去 上面的高點之後呢 就是做減碼或者全出 看個人怎麼去做操作 對 怎麼去做 做操作 那當然還有一種畫法 還有一種畫法是怎樣 還有一種畫法是 前一波的 這邊的高點 這邊的高點 然後呢 連接這一根 連接這一根 畫下來的 這個地方嘛 我們這邊 這個地方形成的壓力 對不對 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是 第一根是從 這裡跟這裡畫 就假設我們目前 好 目前的漲 然後我 要怎麼去判斷說後面呢 就是這樣 你就看他這邊漲嘛 我好開心的 這買進去 就是你的獲利值得到這裡 所以你看他這邊 欸 我在禮拜五最後 最後一盤 我減到了 79.5 結果隔一週 他到80.8 之後直接回殺 殺下去 所以說這個格局 大家都要能夠去理解 你買的這個股票的這個股價 會相對好一點 對 你要嘛 你也是說 欸 接近這個地方 當然說 那時候的線 可能是這一根連接這個地方 還沒有 形成出來 那 沒關係 就是說 欸 這個地方 也是遇到壓力對不對 那在隔一周 長過去了 長過去你可不可以追 OK啊 當然可以追 那當然 我如果是我的話啦 我會等他回疊下來 我又等他回疊下來 欸 不過這邊是 稍微有點穿過去 那我也沒有去說 欸 我的線就是說 欸 我的線畫這樣才是準 沒有 就是 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啦 以我這樣子 觀察起來 我覺得還是要畫的 就是 這樣子才是 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最準確的 因為 你會覺得說 這個骨架 就是不會到達這個點 當然 目前這個是穿過去 有時候他在這邊 上面盤盤盤盤盤的時候 你覺得 他不會到這邊啊 你就畫 你的線就是畫的很習慣 你可能畫在這裡 然後你覺得這邊做反 殊不知 他最後就殺下去 然後你就想說 啊 這趕快停 但是你又把線擺回來的時候 發現 欸 他只是殺這個點 然後做反 所以說 我們啊 我們就是 線的話 就是盡量 盡量就是 畫一個比較 線跟線這樣 比較準確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再來的話 講這一檔這個 無敵 無敵的話 也是 欸 是從這個 今年這個 五月啊 五月那時候 殺到這個 8.74 對 8.4 那我們如果 以目前的格局來看的話 我是先這樣子 這個點 連接這個點 那畫跡 畫跡上去 這樣 所以說 在這邊都是 怎樣 不能做買進的 如果說 你有這條線的話 你 你先畫這條線出來的話 你不能做買進 那當然說 假設 目前 盤勢是長張 呃 目前 好 假設我們現在 今天是到什麼 今天是9月多 去年的9月 那 我這邊也可以畫線啊 我這邊理所當然 也可以畫線 我發現說 欸 我這時候才發現這一檔 那我殺下來之後 這邊畫線 那我 我買的點在哪裡 我買的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買的點就是在 這一個 16.6 對 16.6 那 他最後是殺到 15.95 這樣大概 才幾%而已 等一下 6 6.6 5 15.95 對 4% 殺4%之後 馬上又回啦 不過我們 當時候 假設我真的在這邊做買進的時候 我要思考的點是什麼 我要思考的點 是 我這邊 有一個19.3 跟次高 欸 這邊次高多少 次高19.25 這樣畫計下來之後 可以發現什麼 我的利潤 這只有 16.6 到達 上面這邊 19塊 就應該輸了 這樣 這樣子的進場的邏輯 大家懂嗎 就是說 我在這邊做進場的時候 我自己抓的利潤 就是抓到這邊了 那 後面確實 剛好 剛好 剛好這一檔也到達了這個19塊 只是 大概 接近 接近這一個線往下壓的地方 所以說 我們在每一次進場的時候 當然 畫這個線是輔助 這每一次進場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到說 我的支撐 跟壓力的距離 跟我自己設的 挺力跟挺損 到底值不值得 假設我這邊設個10% 但是 我這邊已經壓縮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我 我可以知道說 我這邊買進之後 但是 馬上遇到壓力 那他真的有辦法到這個壓力 我們這邊這一檔確實是有到達這個10 就是 假設我真的買在16點 那我到10塊 對 然後 19 除以16.6 可以賺了14% 我們這邊可以賺14% 然後呢 向下是多少 向下假設我是抓10%的這個停損 對 那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賺14% 然後一個賺一個賠10% 你覺得這樣的利潤是夠的嗎 或是說這個風險不是夠 我自己覺得是 抓的有點緊 這樣子的話是抓的有點緊 所以說 當然可以做進場 對 當然都可以做進場 但是 我們就要想說 這樣目前的格局 到底是不是適合 所以說 假設我們把這條線刪掉 我們不看 我們不做這個 我們是要用一個比較長的波段去看的話 我們買進的點是應該抓哪裡 應該是抓這個地 對 因為目前啦 目前應該也是抓這個地方 不會 再去向 向上去抓或幹嘛 對 那當然說 這邊還有一個走勢這樣 趁邊一個走勢就是 三角收斂 可以看到吧 只是一個三角收斂 但是 他就是一個失敗的三角 就是沒有 往上噴 通常如果真的往上噴 這個幅度應該是 這個利率應該是還蠻有關的 所以說 你當下你要去想好 你到底怎麼去操作啦 那有可能是因為這兩個禮拜 他 就是大盤也不好嘛 所以說 他就是 瞬移的大盤就往下走 那也沒有資金 大家也 只是散戶 大家也都是 揮手揮腳 那就是 被套勞就算了 你沒有想要再進攻 所以說 可能就是這樣殺下來 就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人可以知道 可是當下你就要去 判斷說 你的 進場點 那還有說 你畫出來 你想要等待的是什麼 假設你等待的是三角收斂 但是他最後失敗了 那你可能就是要直接先走 對 你可能要直接先走 譬如說 我當時候我畫的線是畫這樣 然後呢 他這個禮拜收盤的時候 已經疊穿了到這個禮拜 那可能禮拜五就要先出場 對 就是 大家可以懂那種 這個邏輯 好 那再來講一下這個 滑星 滑星的部分的話 就是跟前面那檔有點像 所以說 我們是從那個 那時候COVID-19 4.41的時候 我們就是 連接兩個 我們連接這個點 加上這個點 那我們就對應上去呢 欸 可以發現說 在去年5月的時候 是一個好買點 好買點 那這邊 最高 都OK 那也是符合你當時去畫 假設說 我當時候是怎樣 我當時候的格局 我是畫張 過來看 好 當時候我們格局畫這樣子 你就想說 哇 假設你當時候是畫張 怎麼 我們連接的點是怎樣 我們連接的點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這邊 已經走上去了嘛 但是你就是這邊是怎樣 可以順勢加碼 雖然這邊 價格很小 這個浮動 這個很小 但是連順勢 順勢都可以一直加碼 這樣這樣 但是呢 然後後面這邊 怎樣 就 嗯 已經 慢慢的穿過去 然後把 這個條線 當作是 壓力 那這時候呢 他如果真的把它當作壓力 就會好像 回壓啦 不過因為 這邊其實是 有點抖 那這種比較抖的 趨勢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 跌破了 譬如說 好 我在這邊 一路 接接接接接 然後 點到線 我就接 點到線 就接 然後呢 在這一根 突破上去了嘛 欸 還不錯 那最後這根殺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應該會要走嘛 有可能我就是出在12塊左右 有可能出在12塊左右 因為 這樣子 漲的幅度會很快 那疊的幅度應該很快 但後面的走勢是 到達了 他這邊還 還回去 撤這條 還去撤 但這邊有點凌亂 這邊是稍一點凌亂 那後面也是看到 後面 就是整個掉下來 那這邊 雜盤的原因 可能 也還是那時候 這一個 突然 台灣有那個疫情 所以他就疊下來 那我們目前 目前的話 應該要怎樣做 我們 這時候 剛剛前面講說 欸 這邊壞一條線嘛 欸 那還是蠻準確的啊 所以說 欸 你比較保守的人 你要怎麼 嗯 比較保守的人 你就 這樣子啊 你就等待 這條線嘛 我們再次回落的線 大盤再持續不好 沒關係啊 但是 我們可以去 接 你看好的股票 對不對 就是 呃 應該說 看你要 進場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基本面 還是說 我是單純 只是從基礎面去走 如果說 你有基礎面 去看的話 你可以放比較長的波段 然後呢 你進場的 這個成本價位 你進場的位階 又是一個 非常完美的點 對 所以說 我們還是需要去搭配 基本面啦 還是要搭配 基本面 那當然說 基礎面也是OK 不過 有時候基礎面的 進場的點 是OK 不過 你可能沒辦法放這麼長 沒辦法放這麼長 那 基本面有的話 你或許 掉下去 那你可以 再順勢 再抓一個 就是 加碼點 對 當然 如果你真的是以這個趨勢 呃 整個 上上趨勢 這樣去進場的話 當然還是不要說 欸 跌破了就去加碼 或是說 進去找買點 對 你就 跌破可能就是10% 你就是你損的 再來的話 我們那時候 欸 剛剛就是補一條 這個 相等角度的 相等角度的線是怎樣 當初 當初 這邊 五月 跌破嘛 就很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紅加藤 你就可以把 當作 這邊是什麼 假跌破 假跌破 然後這邊 拉上來的時候 你可能在 這邊附近 欸 可能又做進場 當然 我覺得這邊是 稍微有點危險 不過呢 如果說你真的做進場 那 當然後面看起來是加碼 因為 這個 其實去年跟 前年的行情 就還是都 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那 這條線呢 就是目前他的 可以看的 就是一個等距離 那 我們對應點是這個點 之後這樣穿過去 這邊是有點稍微震盪 不過 我們看一下目前 欸 是不是願意 主力願意守住這個點 主力願意守住這個點 不過 我們可以知道一件是說 他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在這邊 對 就是下面這條 所以說 我 假設我要買進這一檔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抓 10%的 而是 怎樣 而是 我假設買這條線 但是 我這邊買一張的話 我這邊底線 我要加碼 我要加兩張 就是說 我 這邊是我比較 突進一點 買進的方式 但是呢 跌到這邊的時候 怎樣 是我真正想要買的點 那 你就是 這個資金 就要比 這邊 進場的點還要大 那 這邊是怎樣 你就是 在期待他 你買進之後 他的 程度 會比較大 這邊進場的資金要少 然後這邊進場要大 類似這樣的進場法 好 那 這一檔的話 就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 這個 帶 帶雨 所以就是說 我們 都會聽到一些 消息面的 基本面什麼之類 但是 我們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可以提前布局 就是 超前部署 但是呢 我們如果啊 如果說 你看到這一檔 你就 明顯發現他前面有壓力嘛 那我們就是 先做一個簡單的判斷 就是說 欸 高點 連接次高點 然後 劃積下來 是否 還是 運行在一個 整體下跌的空間 因為 畢竟這一檔的 股價 它是 比較 高一點 就是 從 當初從 一百多塊 跌下來嘛 從這個 去年 前年的 2020年的 11月 初左右 往下一跌 那 往下一跌 其實都沒有一個 回補的 這個跡象 那 反而說 你看到這一檔的時候 你在這邊 可能要 勇敢的 進場 做空 對 你這邊可能是要 龍捲去做空 那我不知道 這檔可不可以做空 應該是 可以啦 對 基本上 你在這邊 絕對不是一個 進 進多單的 點 它連穿都沒穿過去啦 假設要穿到這邊來 那你在 它 回跌到這邊的時候 你做進場 我還覺得說 你這個操作 可能還比較OK 但是呢 如果你去追買 在這一根跟這一根裡面的話 那 我當然覺得說 這樣的操作是 比較 不OK的啦 因為畢竟接近壓力嘛 你也不要想著說 欸 它是不是 就是有什麼好消息 然後直接 漲過去 那當然 後面 也是有機會 對 後面還是有機會 那目前這一檔就是 整個 整體往 走下去的 那拿出來跟大家講 只是想要跟大家提一下說 欸 不要再因為一些 什麼這個 新聞面啊 或是誰 講什麼 很好 那或者是說 什麼 什麼營收很好 什麼 B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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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就是呢 你還是要以 它的格局來看啊 它整體就是走一個下降力 好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 立肯 那這一檔應該也是蠻少的 這再操作 它一個禮拜的這個量才3300張 除以6才500 500 五六百張 對 沒關係 那我們一樣講嘛 就說 欸 它從去年的 我是從去年5月嘛 從去年5月 這邊開始 砸盤砸下去之後呢 它就不斷的往上去升啦 往上去走 那 上面這邊其實都不是買點 最好買點 當然是捷徑 以下這邊 那你有時候偶爾是沒辦法 譬如說 噢 當初我的線長這樣 我的線圖長這樣子 那 這邊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往上走 我是覺得 當初是我的話 我可能 也不會做進場 對 如果當初是我的話 那當然說 後面走出一個 因為 當初我看到這兩根 我就會開始有點 怕怕的 怕怕的 那當然說 它現在已經 往上去創高 然後再回跌下來 所以說 畢竟 這邊最近的量又比這邊更大 所以說 它這邊整個上升的格 是可以把它當作是 它目前正在走的一個圈 那 這邊的線畫呢 嗯 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這樣畫吧 那我也不知道這檔會有多 多傻了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反正大概講的這樣 也是一樣就是 接近線的時候可以考慮 那當然 前面 這邊壓力還是要自己去畫出來 畫看看 好 我決定 講八檔就好 對 我發現時間有點晚 那 一樣 這一檔畫怎麼去看 我們就一樣 退退退退 退到了這個去 前年的3月 39.6 我們把那個連接的點畫起來 39.6嘛 那再來畫 看到這邊 這個點 這樣連接過去 那一直都要往上看的話 會看到哪邊 看到這個點 這個點是在這個 去年的9月 9月這時候跌破嘛 那我們看一下 這邊假設 我畫技的這一條線 那畫上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是多少 假設是 69.3 我打69.3 69.3 除以多少 除以他下面這一個 最低多少 64.3 64.3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7% 就是他 假設從這個 69塊這邊 那往下 是跌了 7% 退後 如果假設 我們抓的這個%數 是抓10% 就是8到10% 的話呢 我們從這邊是虧損了 但是到達這邊的時候呢 是反轉上來 是反轉上來 所以說 我們買進的點 就是盡量 盡量就是抓取這個 一個 相對應的 趨勢的這個支撐點 那掉下來的幅度 或許 我只能說 或許 可能不會那麼大 然後 可能掉下來盤整盤盤盤盤盤盤盤 然後 這邊 砸盤砸下來的人 那後面他把他又接了 這是 比較有機會的 那 總比 總比你追在這個點 然後 整個3殺下來 也過了大概 快20%左右 假設你買在 83.5 然後這邊 掉下來多少 7 6.5 你看 83 83.5 6.1 對 28% 總比你買在這個地方追高 然後 跌下來 就是 這個 20幾%嘛 所以說 我如果假設我接的點 我接的點是 接這個地方 然後呢 疊下到7%的時候 我一樣不動作 我說疊10% 我才想要走 疊10%我才想要走 那後面 我怎麼去看 一樣 就是 這條線呢 等距 呃 等角度的 直接貼到下面那條線 是可以比較明確的知道說 欸 接下來的走 會不會 就是比較有機會 他一樣會用這個格局 然後 上去走 上去走 不過 目前看起來 他的壓力 還是 在 在 這個地方還是蠻大的 對 還是蠻大的 就是說 他上面這邊 那 下面這邊 還有 那目前等待的這個結果 就是 他這個下站趨勢線 往下 不斷的往右邊去推移 可能一樣 就是說 要經過一兩個禮拜 那 如果說他慢慢的啦 慢慢的可能 上拉伸拉抬 可能經過一兩個禮拜 那 呃 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 因為這是 周線嘛 那當然說 如果說 砸到下面 這一條線 那 或許可以做 進場 或許 那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目前 我自己覺得 如果說 我們看那麼多檔 那 就是 等待一個 每一檔都等待一個 最好的 這一個 入場點 這樣的話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好啦 今天就 大概就 講到這邊 那 講了點 口 有點渴 講了 嗯 四十幾分鐘左右啦 對 那 一樣 有問題的人 都可以在 底下留言 那 或是 不吝嗇的 幫我 點個贊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